內容來判定說他是不是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然後來依法令的規定辦理 以上說明 謝謝 我們這個案子有19位陳情民眾想要發言 按照慣例我們還有一位議員要成立議員發言 還有一位議員的代表要成立發言 我們先請議員來說明 張茂南議員 好 那麼主席跟各位委員 我想這個是好農民市長進行推動了公營出租住宅的一個市政府的既定政策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有很多府內的委員跟外面的委員 那麼如果說府內的委員自己來審好市長自己的政策 好像有一點點不恰當的地方 是不是說我有一個提議 今天在場的府內內聘的委員 應該不能就這個問題來表示意見來支持好事物的政策 那這樣子的話就應該要回避這個利益原則 不是利益 但是回避就是擁護自己的政策原則 因為這樣才能夠顯示出更客觀的結論 我想外面的委員來對這個案子來做一個客觀的分析 那這樣子應該是比較符合程序的做法 那麼剛剛我們有看到許多民眾提了很多的意見 那我想各位委員都已經清楚地聽到 其實剛剛一再提到公營出租住宅台北市有不足的3萬個缺 所以就看到了廣池社福中心剛好有這個地 就趕快把它一頭栽進去 那就多了1500個缺 那這樣是不是說 有一點點叫做闖關的意思 我這個意思是要表示說 原來的社福機關用地 是機關用地是可以回復到400 但是社福光營出租住宅算不算機關的一部分 真正定上要請大家來表示一件 也就是說機關是可以回復到400 但是他現在是幹的是公營出租 出租住宅 那個公營出租住宅的這個定義 也沒有符合我們機關的這個定義 那如果符合的話 當然你的政策就沒有錯 那如果不符合的話 就有一點點強度關山 一點點搶關的意味 那民眾不是不願意配合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他在擔心是200到400以後的救援的措施 各方面就是我們所說的大陸服務水準 是不是有辦法8米11米跟15米 有辦法配合將來的腸道中心 腎臟以及養護中心 萬一發生疾難的時候的疏散的問題 一個救災的空間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希望他能夠維持在容積210 而不要提升為失敗 意思就是說 並非反對市府的政策 而是認為說在可行的範圍之內先行建制 將來留下一點點的空間 給下一任的市長有發揮的疑地 不要再次把他定案做滿了 到時候下一任市長想要調整的時候 也都沒有這個機會去調整 所以我今天可請各位在座的委員 能夠了解 讓在地的居民跟里長 他們一致的希望 維持200億的容積水平 就是容積 那不要把它扣升到400 因為扣升有一點違規 我不能講全部違規 但我要特別聲明 就有一點違規 因為它是公營出租住宅 不是機關用地 你一定要把它弄成機關用地 實在是太過牽強 我請各位委員能夠了解 給在地社區基民他們的先生 以及他們演員配合事務的做法 但不要做得太過分 做得太離譜 這是我的說法 我也再次地強調 應該府內的委員 應該要有迫避原則 因為這是市長的政策 哪有說下屬感違背喪失的意思 所以我想這個我要特別提出來的 好 謝謝 這個胡議員 謝謝主席